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凤凰男老公婚后吞并我家公司,甚至包养了离过婚的小青梅, 逼得父亲跳楼自尽,母亲重病不起,隐忍三年,我让渣男血债血偿, 和陆瑶结婚后,她收购了我爸爸的公司,逼得我爸爸跳楼自尽,妈妈重病不起。 不仅如此,陆瑶还包养了她那个离过婚的小青梅。 你懂什么?可真是为了帮我,才被迫嫁给别人的。 陆瑶冲我大吼。 我想起结婚那日,她单膝下跪对我说,得妻如酒酒,乃陆瑶之幸也。 可如今,现实却是陆瑶之玛丽,日久见人心。 既如此,那陆瑶和久久,便生生世世,不再相见。 大学四年,我跟陆瑶相识四年,恋爱四年。 这四年里,我陪她吃饭,陪她上课,陪她创业。 即使总是很忙,甚至有时候忙到连看我一眼的时间都没有。 但我依旧满心满眼都是她。 大学毕业的那一年,陆瑶提着聘礼上了门。 她跪在我爸爸面前,求我爸爸把我嫁给她。 我爸爸派人把她赶了出去,说她配不上我。 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哭着抱着爸妈的胳膊晃了好久。 终于,我在二十四岁那年,嫁了自己爱了四年的男人。 我们大婚那日,陆瑶当着众人的面向我单膝下跪。 她说,得妻如久久,乃陆瑶之幸也。 我感动得当场落了泪。 婚后,我爸妈虽然不喜欢陆瑶,但为了不让我跟着她过苦日子,所以便给陆瑶资源,帮她介绍人脉。 陆瑶也很聪明,也很有手段和能力。 她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登上了高位,成为了商场炙手可热的新贵。 我也成了万人艳羡的陆太太。 可半年前,陆瑶一夜之间收购了我爸妈的公司。 为此,我爸爸被逼跳了楼,妈妈犯了心脏病,陆瑶把她送去了国外治疗。 我疯了一样跟陆瑶闹,我骂她,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她。 我也恨我自己,如果不是我引狼入室,我爸妈也不会遭此大难。 为了报复陆瑶,我去公司闹,还搅黄了她好几个项目。 林九九,我知道你爸妈一直看不上我,他们虽然帮了我,但却打心底里瞧不上我,觉得我是靠你上位,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我陆瑶,靠的从来都是自己。 这是陆瑶当着公司众人的面对我说的话。 我愤怒地骂她,打她,可她都无动于衷。 我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被陆瑶搏了回来,她掐着我的脖子告诉我, 林九九,你要闹我随时奉陪,但离婚你想都别想,你恨我吧,我们纠缠一辈子。 那些日子,我流干了眼泪,也搬出了我和陆瑶的家。 但陆瑶说得没错,我妈妈还在国外治疗,我不能和她离婚。 我把陆瑶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掉了,也拒绝听到有关陆瑶的一切消息。 但陆瑶这个名字早就已经成为了万人瞩目的存在。 于是没过几天,一条条新闻报道就刷屏了我的手机。 陆总与夫人貌似离婚,陆总搂着当红女模特惊献商场。 陆总惊献酒吧,与一女子火热拥吻。 陆瑶在外面开始疯狂地与女人传绯闻,几乎每隔三五天,她身边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面孔。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收到了胃癌晚期的确诊单。 就在我害怕而恐慌之际,陆瑶的消息再一次刷爆了热搜头条。 陆瑶那离了婚的小青梅回国来投奔她了。 那天,陆瑶亲自去机场接的她和她的家人。 陆瑶跟我说过,她是孤儿,十岁到十八岁一直长在秦家。 热搜说的那个小青梅,应该就是秦家的女儿,叫秦可真。 陆瑶十八岁那年,创业赔了两百万。 次年,秦家父母带着秦可真去了国外,没多久就传回了秦可真结婚的消息,她嫁给了国外的一个有钱人。 秦可真结婚后帮陆瑶还了债,从此秦家就再也没有联系过陆瑶。 直到半年前,秦可真哭着找到了陆瑶,说她的丈夫家报她。 在陆瑶的帮助下,秦可真和她的外国丈夫离了婚。 随后,秦家人立即回到了国内来投奔陆瑶。 那天,我也接到了陆瑶的养母打来的电话,她说,这一切都是他们一家人的计划。 秦可真嫁到国外帮陆瑶还债,陆瑶功能名就后娶秦可真,但他们也没想到,我会出现在陆瑶的生命中。 秦母说,让我尽快跟陆瑶离婚。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不肯离婚的人一直都是陆瑶。 街机那天,秦可真和陆瑶在各路媒体的围堵下入了框。 镜头里,那女孩长得娇小柔弱,眼眶红红地看着陆瑶,委屈又倔强。 当初为了帮瑶哥哥还债我才嫁去了国外,我心里一直爱的都是瑶哥哥,这些年从未变过。 我不求她回应我的爱,只求能陪在她身边。 秦可真哭得娇弱可怜,陆瑶听得心疼愧疚。 陆瑶给秦家在国内置办了房子,还让秦可真做了她的贴身助理。 陆瑶驱散了她身边所有的女人,只留下了秦可真一人。 陆瑶带着她出差旅游,毫不避讳地和她在公众面前牵手拥抱接吻。 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注意些,别让陆瑶被拐走了。 还说陆瑶这个小青梅跟之前的那些女人都不一样,她跟陆瑶有八年的感情,而且还是年少的情分。 我笑笑,表示我没关系的。 就算没有秦可真,我和陆瑶这辈子也不可能了。 横跟在我们之间的,是我爸爸的命,是我躺在病床上妈妈以及他们经营了一辈子的公司。 我第一次见到秦可真,是在我胃癌晚期检查的那天。 因为我没有接受化疗,导致癌细胞急速扩散,病情进一步恶化。 医生说,我最多剩下三个月了。 出了医院,我裹紧了羽绒服,我不怕死,也早就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了。 但今天是陆瑶分公司的年会,这个公司也是爸妈一辈子的心血,我得替他们去看看。 我到年会场地的时候正好看到,一身高定西装的陆瑶,揽着一袭高定礼服的秦可真,在舞池里跳着开场舞。 一舞完毕,周围响起热烈的掌声。 秦可真在众人的恭维声中仰脸,朝陆瑶娇羞一笑,陆瑶也向他回忆最温柔的笑容。 两人挽着胳膊走出舞池,随后陆瑶便被几个合作伙伴围住了。 倒是秦可真先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我。 旁边的一个女同事跟她说了几句什么,她便提着裙摆,笑意盈盈地坐到了旁边, 手里端着红酒杯优雅地抿了一口酒。 九九姐,你长得果然像我,怪不得姚哥哥会娶你。 不过你是该好好保养保养了,你看你那粗糙的皮肤和干瘪的身材,真的是一言难尽呢。 对面透明的玻璃上映着我的身影,苍白的面色再加上一袭厚重的羽绒服,的确是一言难尽。 见我没有说话,她更得意了,继续输出,九九姐,我听说你跟姚哥哥之前感情挺不错的, 她怎么没邀请你来跟她跳开场舞呢? 要知道,公司年会和总裁跳开场舞的,一般都是她的夫人呢。 你说姚哥哥邀请我跟她跳开场舞,是不是把我当成她的夫人了呢? 秦可真捂着嘴巴笑,眉眼弯弯的,像个月牙似的。 我打量了她几眼,我们确实是有几分相像的。 朋友曾经提醒过我的话,现在看来也不无道理。 秦可真对于陆瑶来说的确是不一样的。 往年我有事不参加公司年会,陆瑶都是把跳开场舞的机会让给公司的总经理和其夫人。 而这次,她却邀请了秦可真。 刚刚他们在舞池中牵手转动的样子,真的是郎才女貌配对得很。 我看着秦可真,冲她温柔地笑了笑,那你可得抓住机会啊,再努努力,没准陆瑶真的就娶了你呢。 你对陆瑶这么重要,她肯定舍不得让你当小三吧? 听到我说到小三这个字眼,秦可真的脸色肉眼可见地黑了下来。 看到她的表情,我淡定地笑了笑。 她跟陆瑶身边也有半年了,想必没少听到这样的字眼。 零九九,你别得意,我告诉你,不被在乎的人才是小三,我们三个人之间,你才是最多余的那个人。 姚哥哥当年娶你,也仅仅是因为利益。 而我才是为姚哥哥付出最多的那个人,我们有着从小到大的情分,要不是你趁我不在国内,仗着跟我一张有几分相像的脸,抢先嫁给了姚哥哥,你以为姚哥哥会娶你吗? 面对秦可真的急眼力色,我只是轻轻嗷了一声,既然这样,那你可要跟你的姚哥吹吹枕头风,让他早点跟我离婚。 见我满不在乎的神色,秦可真眯了眯眼睛,随后招手让适应声又断来了一杯红酒。 她压低声音对我道,既然这样,那我就让你看看,我们之间到底谁才是赢家? 说吧,她举起红酒杯,从自己的头上浇了下去,紧接着就大声哭嚷了起来,九九姐,你做什么? 我不过是说了几句话,你至于这么小心眼吗? 一瞬间,我们这个角落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陆瑶也看到了。 看到我的一刹那,陆瑶正了一下,随后大步朝这边走来。 秦可真哭着扑进了陆瑶的怀里,姚哥哥,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我只过是爱慕你,想陪在你身边,我有什么错? 九九姐骂我是小三,是情妇,是见不得人的脏东西。 可是姚哥哥,我是真的爱你,我不求什么名分,只要能待在身边,我就很满足了。 她哭得可怜又懂事,言辞之间都是对陆瑶满满的爱。 这场面任谁看了都会心疼她怀里的那个娇娇女。 但陆瑶却把她推开了,她直愣愣地看向我,你怎么来了? 要知道,自从我跟陆瑶撕破脸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陪同她出席过任何一场活动。 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个年会,是我爸爸公司的年会,我要替她来看看。 这是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他已经被你逼得跳楼了,我来替他看看,难道不可以吗? 自陆瑶收购我爸爸的公司以来,网上有不少人骂他,说他就是现实版的农夫羽舌。 不过这些言论都被陆瑶用雷霆手段压下去了。 在现实生活中,也没人敢当着陆瑶的面再提这件事,除了我。 果然,在我说完这话之后,陆瑶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他伸手揽住了秦可贞的肩膀,扮着脸吼我,零九九,给珍珍道歉。 好啊。 我冲他笑笑,漫条丝里地端起一杯红酒,在他和秦可贞面前站定。 猛的,我将酒扬在了秦可贞脸上。 啊,伴随着秦可贞的尖叫声,我缓声道,抱歉,手滑了。 说吧,我便裹锦宇荣服,独自一人走进了寒风中。 陆瑶啊陆瑶,就让我们在这仅剩的时间里互相搓磨吧。 我想知道,如果陆瑶知道,我的生命仅剩下三个月不到了, 他会是什么表情?是拍手叫好?还是迫不及待让新人换旧人? 我回了家,一个人缩在自己的小窝里。 这个房子是我用这些年自己挣的钱买下来的,大门密码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胃里一阵阵净鸾的收缩,把我疼得大汗淋漓,我拿出针剂,给自己打了一针指痛药。 慢慢地,我睡了过去,夜里似乎是下了暴雨,外面电闪雷鸣。 恍惚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正值二十岁。 那年,陆瑶很穷,穷到身上钱只够买一束玫瑰。 我生日那天,爸妈给我在家过生。 那晚下了很大的雨,等到过完生日,爸妈都睡了。 陆瑶才给我打电话,我匆忙地跑到阳台,看到了等到暴雨里的陆瑶。 他敞着怀,似乎是在护着什么东西。 我打着伞,急忙跑了出去,等到走近才看清他怀里抱了一束玫瑰花。 你怎么没有打伞? 伞坏了? 那你不会买一把吗? 陆瑶看着我不说话,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我知道他在创业,经常入不敷出。 他也知道我家条件不错,但他总是说只有这天下最没本事的男人才会花女人的钱,所以他从来不肯要我的钱,一分都不肯要。 你等了多久? 我问他,我一直在。 我冲过抱住他,哭他骂他大傻子,等这么久不知道敲门的吗? 可他却说,怕给我丢人。 我躲在被子里,不由地射缩了一下。 外面的雨下得似乎更大了些,那股镜头像是把全世界的爱意全部冲刷。 我睡得迷迷糊糊,下意识地拨通了一个熟悉的号码。 阿瑶,下大雨了,记得打伞。 说完,电话被啪的一声挂断了,我没在意,翻了个身,继续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一睁就看到了坐在我床边的男人,他旁边还放了一束很大的玫瑰。 路遥,你怎么进来的? 叫了开锁师傅。 久久,我们谈谈。 路遥灭了烟,皱着眉头,直直地看着我。 谈什么? 忘了之前的一切,我们重新开始,可以吗? 我冷冷地看着他,为他说出的话感到好笑。 忘了什么? 忘了我爸爸跳楼的那一幕,还是我妈妈竟抢救式的那一幕? 我没忍住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路遥的拳头紧紧地握着,不过我从都不怕他。 路遥,你总说我爸妈瞧不上你,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 你娶了我,然后踩着我爸爸的尸体来创造你的商业帝国。 你敢说,这一切都不是你和秦家人的计划吗? 你让我忘了之前的一切,那你能让我爸爸活过来吗? 能让我妈妈好起来吗? 你能放弃秦家人吗? 你都不能。 我冲着他嘶吼着,路遥握紧的拳头缓缓松了下来,压着声音道,这些都是权谋之术,我要想往上爬,只能这么做,我会把对爸妈的亏钱补偿在你身上的。 但是秦家对我有恩,秦可真也的确为了我牺牲了他自己婚姻,我不能不管他们,但久久你放心,我不会娶秦可真的,我路遥这辈子只会有你一个妻子。 呵呵,我心里冷笑了两声,平静地看向他,路遥,你真恶心,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如果杀人不犯法,我恨不得杀了你,替我爸妈报仇。 我似乎是把路遥激怒了,他伸手打翻了那束艳丽的玫瑰花,皮鞋踩住那些花瓣,将它们碾了个粉碎。 零九九,既然如此,那我就成全,离婚协议书,过几天我会让人送来。 我跟路遥又大吵了一架,他回了秦家,去找了秦可真。 秦可真给我发了一段视频,画面里路遥抱着他,吻得很凶。 胃中一阵翻涌,一股铁锈味涌入口腔,我没忍住,吐出一口血来。 我呆呆地看着地上的那一口鲜红的血色,久久不能回神。 只是胃痛,无关其他。 第二天的时候,我听人说路遥昨晚连夜带着秦可真去了国外旅游。 国内铺天盖地的新闻。 路总与秦小姐在美国街头拥吻。 路总送给秦小姐一辆超级跑车。 路总离婚。 现已与秦小姐订婚。 秦可真本人还在订婚的那条新闻下评论了几个爱心的表情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路遥昨晚半夜跑来这里,暴露了我的住址。 我今天一出门,就被蹲守在门口的几个狗仔给围了。 路遥与秦可真的事情早就传得沸沸扬扬。 这会儿传出他们要订婚的消息,这些狗仔记者们估计一宿都没睡。 一个戴着口罩的狗仔直接把话筒对到我了嘴边。 路太太,请问您和路总离婚的消息属实吗? 路总和秦小姐订婚的消息到底是真是假? 我看了一眼他们扛着的那些长枪短炮,淡淡地回答, 没错,昨天我已经跟路总商议好离婚的事情。 他说会把离婚协议书送到我手上。 至于他和秦小姐订婚的消息是否属实,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还是去问当事人吧。 那些狗仔和记者似乎是没料到我会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 听到这些答案纷纷拿着设备对着我一顿猛拍。 从我这里拿到我他们想要的答案, 没多久,秦家父母的采访也出来了。 记者问,陆瑶和秦可珍订婚的事情是否属实? 秦可珍的妈妈在视频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两个孩子从小就惺惺相惜, 珍珍当年为了瑶瑶, 不惜牺牲自己的婚姻, 也要帮瑶瑶还债。 这么多年, 终于等来了好的结果, 希望他们以后能一直这样幸福下去。 秦可珍的爸爸也红了眼眶说着他们这些年在国外有多么多么不容易。 两口子演技感人, 但这些狗仔和记者一个比一个精明, 哪那么容易放过他们? 一个狗仔用变声器继续问道, 按照您这么说, 您女儿为陆总做了这么多, 那陆太太也为陆总付出了很多呀, 他从陆总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嫁给陆总了, 陆总功能名就之后, 还把陆太太家的公司收购了, 那请问陆太太又有什么错呢? 对呀, 而且按照道理来说, 您女儿是知三当三吧。 秦家父母没想到这些狗仔和记者的火力这么猛, 劳两口抹了抹眼泪便急匆匆地找理由跑了。 第二天, 各大头版头条几乎都是这个消息, 写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陆瑶和秦可真本就是青梅竹马, 就理应天赐良缘, 也有人说我是大渊种, 辛辛苦苦给别人培养了这么多年老公。 不过我早就不在乎了, 既然陆瑶松了口, 那我就等着她的离婚协议书。 这样, 在我死之前, 也能还自己一个自由身。 陆瑶和秦可真回来已经是两周以后了。 那天, 陆瑶给我发了消息, 让我到公司一趟, 他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说。 我猜想可能是离婚协议书的事情。 正好前几天, 我把我手中公司的股份全部卖给了我爸爸的一个老部下, 走审批流程需要陆瑶签字, 于是我便去了公司找他。 没想到, 我到公司的时候, 陆瑶不在公司, 办公室里只有秦可真在。 是你用陆瑶的名义给我发的消息。 没错, 秦可真也不装了, 直直地把一份离婚协议书扔在了桌子上。 签字吧。 我看了他一眼, 拿起桌上的离婚协议书翻了翻, 又给他甩了回去, 这不是陆瑶的意思, 我不签。 这份协议上面写着让我净身出户。 我跟陆瑶虽然闹得难堪, 但他肯定不会让我净身出户, 这不是陆瑶的处事风格。 他虽然很利卑鄙, 但不会下作。 否则当年他穷困潦倒之际, 也不会死活不要我的钱了。 秦可真站了起来, 我以为他会气急败坏, 但这次并没有。 我心里突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秦可真翻出一张满是英文的表格递给我。 一瞬间, 我直接正在了原地。 那是我母亲的死亡通知书。 秦可真见状轻笑道, 我为了姚哥哥付出了那么多, 出国前夕, 他答应过我, 以后等功能名就那一刻, 他就会接我回来, 然后娶我。 但是当我回来后, 却发现他不肯跟你离婚了。 我知道, 他爱上了你, 但你又恨他, 我绝不可能就这么看着你们这样纠缠一辈子。 前几日, 姚哥哥带我去美国, 其实就是因为他接到了美国那边对你母亲下的病危通知书。 我们赶到的时候, 你母亲已经走了, 但姚哥哥却告诉医生, 不要告诉你母亲去世的消息。 我知道, 他是想用你母亲牵制你, 他打心里就没想着跟你离婚。 秦可真歪了歪头看着我, 所以啊, 林久久, 你还得感谢我, 要不是我, 你连母亲已经去世了, 你都不知道。 我正正地盯着那张死亡通知单一动不动。 下一秒, 办公室门被陆瑶猛地推开了。 他狠狠地甩了秦可真一巴掌, 谁让你告诉他的? 我他妈不是说过, 这是谁都不许跟他说吗? 陆瑶似乎是真的生气了, 在我的印象里, 他对秦可真从来都是笑脸相对,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对秦可真发这么大的火, 甚至还动手打了他。 秦可真哭着, 朝露瑶嘶吼着, 为什么? 姚哥哥, 你是后悔了吗? 你别忘了, 当初要不是我委屈自己嫁给了国外那个老男人, 你也不会还清那二百万的债务。 你答应过我爸妈的, 说等你以后成功了, 你会娶我的。 可是现在呢? 我回国已经半年了, 你还是迟迟不肯和零九九离婚, 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这样做了, 这都是你逼我的。 那是我和他的事, 也轮不到你来插手。 秦可真和陆瑶吵架的内容我几乎都没听到, 只能感觉耳边传来一阵阵的嗡鸣声。 猛的, 我感觉胃中又涌上来一股熟悉的铁锈味。 下一瞬, 我激烈地咳嗽了两声, 血从嘴角流出, 我的身上沾了红色的鲜血。 我腿脚发软, 胃疼得受不住, 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 直直地倒了下去。 在我闭上眼睛的最后一秒, 听到陆瑶慌张地大喊着, 快叫救护车。 我头脑昏迷着, 潜意识里听到陆瑶在骂人, 你们能治就治, 不能治就他妈给老子换人。 陆瑶有钱有权, 那几个医生被他骂的一句都不敢反驳。 只有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医生说了句话, 陆总, 陆太太是胃癌晚期, 我们刚刚查看了陆太太的病历, 发现早在大半年前就发现了, 但是陆太太坚持不做化疗, 现在已经没救了, 后面我只听到了陆瑶的哭泣声, 那几天, 我几乎都是在这种昏沉而清醒的状态下度过的。 我听到陆瑶换了一波又一波的专家团队, 有国内也有国外的。 大癌症晚期这种东西, 不是有钱有权就可以治好的。 所以, 最后所有的专家团队都得出了同一个结果, 没救了。 陆瑶什么都听不下去, 只是要张罗着要把我送到国外去治疗, 他说他宁愿给我换血换肉, 都要让我活下去。 我听着一阵好笑, 换血换肉, 那还是我吗? 就在陆瑶准备把我送去国外时, 我的律师拿着我的遗嘱来了。 陆总, 下面我将宣读陆太太的遗嘱。 第一, 陆太太要求把自己名下的公司股份 全权转卖给公司股东张兴先生, 并将卖掉股份的钱全部捐赠给癌症治疗中心。 第二, 陆太太说, 如果她病危, 请不要再通过任何手段对她进行抢救。 第三, 陆太太希望, 在她死后, 陆总可以善待她的母亲。 律师念完这三条, 停顿了几秒钟才继续念。 第四, 陆太太说, 她死后, 希望能与陆总解除夫妻关系。 她说, 希望陆总能放她自由, 不要再彼此纠缠了。 律师念完我的遗嘱, 陆瑶已经跪在地上, 气不成声。 她握着我的手, 我能感到她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着。 我不知道陆瑶有没有答应。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里, 陆瑶像个和尚一样, 一直在我耳边念念叨叨。 一会儿说起我们曾经谈恋爱的事情, 一会儿又说起婚后的事情。 有好几次, 我感觉自己都已经见到黑白无常了, 结果又被她的碎碎念给念了回来。 终于, 我被她烦得受不了, 甚至觉得不起来, 骂她一顿都不解气。 于是, 生命检测仪突然发出响声, 门外的医生赶紧冲了进来。 他们跟陆瑶说我有清醒的迹象。 我睁开眼的时候, 陆瑶整个人人不人鬼不鬼的, 黑眼圈重得不行, 眼睛通红, 狼狈得不行。 我们就这么愣愣地对视着, 我想说话, 但是发现发不出声音来。 陆瑶嘴唇颤抖着, 她跪下来哭着朝我说着一些毫无逻辑的道歉的话。 那天, 我只清醒了十分钟不到, 然后就再次陷入了昏迷。 等到脑子再有意识的时候, 就听到秦家人和陆瑶的争吵声。 陆瑶, 网上说得没错, 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可真为了你牺牲了那么多, 那个女人马上也就要死了, 她在遗嘱里都说了, 要和你解除婚姻关系, 你为什么还是恳娶珍珍, 你忘了你当初的誓言吗? 我陆瑶此生只有一个妻子, 那就是零九九。 就算她要跟我解除婚姻关系, 我此生也绝不会再娶。 曾经的是, 我会给你们补偿, 车子, 房子, 钱, 股份, 只要我有的, 你们随便拿。 我离世那天特地挑了好日子, 是个初期, 我最喜欢的数字就是七了。 我的魂魄漂浮在上空, 身边只有陆瑶和几个朋友。 那几个朋友哭得很伤心, 有两个往日交好的, 直接哭晕了过去。 倒是陆瑶, 只是抱着我, 愣愣地处在那里, 任谁叫也不肯动, 直到我的律师再次来了这里。 陆总, 陆太太死后, 还有两条遗嘱要宣读。 第一, 陆太太要求火化后, 再与其父母葬在一起。 第二, 陆太太说, 她原谅你了, 但她下辈子不想再遇见你了。 律师走后, 陆瑶狠狠甩了自己几巴掌后, 崩溃大哭。 一个月以后, 一个朋友来给我烧纸的时候, 跟我说起了陆瑶。 他说, 陆瑶把全部的身家都交给了张兴, 也就是我爸爸的老部下, 陆瑶嘱托他, 希望他能复兴林氏集团。 随后, 他便自己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要知道, 生意场上, 不可能会有干干净净的生意人, 陆瑶那么大的公司, 他更不可能有。 朋友抚了抚的墓碑, 红了眼眶, 陆瑶入狱前, 让我给你带句话, 他说他会想你的。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